在中国古代,国土面积一直不是很完整,一直分分合合,在元朝的时候,那时候的中国国土面积是最大的,有2267万平方公里之多,直到清朝的时候,中国版图才基本确立下来,青海省,位于中国西部,面积为72.10万平方公里,人口594万。 那么青海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纳入中国版图,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,青海还和秦朝关系不大,直到西汉的时候,派远征军打通了河西走廊,但始终没有纳入汉朝的版图,只是加强了控制,在三国时期,军阀混乱,没有心思去管这些事情,虽然和他们短暂交流过,但都没有统治过他们, 真正纳入版图的隋朝皇帝是杨广,被我们骂为暴君的隋阳帝,虽然他们表面臣服隋朝,但是他们背后不服气,干一些劫掠的勾当,于是杨广派兵进攻他们,于是隋阳帝亲征围剿土御魂残部,迫使其部落男女十余万投降。 不久,有派遣军队分岛由西向东追至青海湖,占领其汉亭服四城,在其辖境至善善、切莫、西海、河原四郡,在阳广政府这里以后,青海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范围。 在清朝的时候,康熙为了消灭蒙古部落,先后发动了几次战争,青海作为清军进藏的跳板和后勤补给基地,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。 设立总理青海蒙古藩子事务大臣,为了好管理青海,为以后青海建省铺平了道路。 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后,妈家胜利统治了青海,直到1949年,全国解放,青海建省,纳入了中国的版图范围。